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釘咬的时候 蚊会将极少量的腿液注入被咬者的体内 蚊的腿液中含有一种梅 可以防止被咬者血液在它吸血的时候凝固成块 这种梅会激起人体内的免疫反应 令大量柱状细胞聚集到创口 造成皮肤羞氧和红肿的 正是柱状细胞释放出来的组胺 有一个简易的治疗方法 因为对人体来说 蚊的腿液中的梅是一种二体蛋白 所以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使用含有木瓜蛋白梅的嫩肉剂 木瓜蛋白梅提取自翻木瓜 是一种可以分解蛋白质的可食用植物性蛋白梅 将少量的嫩肉剂和水混合成糊状 然后敷到被蚊钉咬的部位上 木瓜蛋白梅通过蚊的口气 钉咬出来的小孔滲入体内 分解蚊的腿液中的蛋白质分子 立即便可以起到止氧的效果 预防蚊钉虫咬的首要的一点 就是在蚊最活跃的黎明和黄昏时分 留在室内 穿长袖的衫和褲 减少身体暴露在外的部分 方法虽然是简单 但是就可以将被蚊钉咬的几率降低一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